再次日 若汉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看见耶稣经过 就说 哦 看啊 这是上帝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便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便问 你们想要什么 他们说 老师 你住在那里 耶稣说 你们来看吧 他们便跟着去看耶稣住的地方 到了那里 大约下午四点了 他们就住在耶稣那里 听见若汉的话后 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中 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 他首先去找他哥哥西门说 我们找到微塞亚了 彼得的意思是基督 他带着西门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西门对他说 若汉的儿子西门 你要改名为基法 基法的意思是比德 又过了一天 耶稣决定去加利利 他遇见了腓力 就对他说 跟从我 费力是白菜大人 与彼得 安德烈是同乡 费力去走 拿旦叶对他说 我们遇见了摩西律白书和先知书记在的那位 他是要失的儿子耶稣 从拿撒纳来的 拿旦叶说 拿撒纳还会出什么好东西 腓力说 你来看看吧 耶稣看见拿旦叶走过来 就指着他说 汉啊 这是个真正的以色列人 他心里毫无诡诈 拿旦叶问耶稣 你怎么会认识我 耶稣答道 腓力 还没有去找你之前 我就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了 拿旦叶说 老师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说 我说看见你在无花果树 你就信我吗 将来你还要看见 比这更大的事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会看见天门躺开 上帝的天使 以人子为梯 上上下下